江先生买的房子在嘉兴海岩春江天悦小区91平方总价79万多 开发商是海岩与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7号开始交付 江先生说当时他被中介带到售楼处看房 在那边认识了一位薛先生 对方自称是销售 案产的推销员案产的经理 他承诺金章销就送家具 就是整个燕板房整套都可以一起送 车位都是送的 江先生拿出一张合同补充协议的照片 大致内容是江先生的房子带精装修 送家居四件套 其他和样板一样车位无偿使用 合同期限70年 不过这份协议是手写的 没有盖工章 只有薛某的签名和手印 江先生说现在可以收房了 他发现房子是毛坯交付 我来燕房了 里面是空空的呢 就是认为白纸黑字写的又有什么 我就认为他是有法律效益的 现在他们就是认为他是没有盖工章 就是个人行为叫我找个人去 联系不上了 电话不接了 现场拨打薛某的电话提示已经关机 江先生说车位的问题 经过协商 物业以每年12块钱的价格租给他20年 他接受了 现在希望能兑现房子的装修 海言与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房部的夏经理表示 春江天悦小区的房子都是毛坯交付的 江先生碰到的不一定是他们的销售 买房子他接头的有可能也是中介 也有可能第三方中介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私人 因为他这个是私人 而且我也不 我不能现在不能确定 他这个是在哪里签的 对吧 也有可能不是在我们现场 师傅你有你的道理 我也有我的想法 对吧 万一说你私下的 他在外面给你签的 我现在这些东西无从查证 但是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的话 我们这边会想办法去帮你 想办法我们尽量去帮你找 夏经理表示 具体情况还要和公司核实一下 现场另一位业主阮女士 也拿出了一张纸条 上面手写着 本公司承诺 样板房的交付标准 父子还是错别字 也没有盖工章 只有对方的签名和手印 签名自己不太好辨认 阮女士也不记得对方姓什么了 软女士表示 还有不少业主都有相似内容的纸条 所以当时以为这些东西都能兑现 后来夏经理再次联系了记者 现在确定客户所说的这几个人 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可以要求当时我们的代理销售公司 配合我们调查的 看看这几个人是不是他们的员工 如果说核查下来 对方是中介或者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人 在以我们开发商的名义 私下承诺的 我们公司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来追究它的责任的 业主这一块我们该配合的 肯定是会配合的 全力配合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 建议客户走法律措施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